在哈瑟克斯坦 總統宣布授權警隊和軍隊 可以無預警開實彈 打死參與蘇聯的示威者 俄羅斯軍隊亦應邀抵達當地 劉少倫報導 在中亞國家哈瑟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穆圖 見到寒冬下滿目蒼儀 加上政府中斷互聯網供應 當地正面臨自30年之前 脫離蘇聯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政府建築物被焚燒 亦見到示威者在街上的屍體沒有人處理 昨日公布18名警員死亡26名示威者喪生 但今日總統托卡耶夫授權警方和軍隊 可以無預警下使用實彈殺死任何人 預計死亡人數將會大幅上升 托卡耶夫在全國電視講話中 將示威者稱為恐怖分子、土匪及武裝分子 有平民稱自己只是因不滿政府和高游駕而出來示威 俄羅斯領導的軍事聯盟約2500名士兵 已經在星期四開始抵達哈薩克協助鎮壓 人權監察組織擔心哈薩克將會面臨和俄羅斯一樣的命運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該國其他地區生活開始恢復正常 首都魯爾蘇丹的互聯網已經部分恢復 但仍不清楚持續幾長時間 祝福信息三方 祝福信息三方 禁止